大家好 今天又是晚上九点半 继续跟大家分享欧洲美术史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绘画作品 还有一些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艺术家 昨天我们讲的是摩依谢颜柯 可能这个名字经过24小时大家基本就忘光了 想记这个名字不容易费好多劲 俄罗斯名字也比较长啊 不太好记 摩依谢颜柯这个人是1916年到1988年 这个阶段应该是20世纪整个贯穿中部 中部这个时段大部分时间他都在 很重要的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且是列宁格勒保卫战非常惨痛的一场战争 一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啊 这四五年的时间 双方拉锯 而且这个后勤方面的补给啊 这个战争的损耗啊 应该 从这个人类历史上来说都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啊 死的人太多了 摩依谢颜柯呢参加了这场战争 然后后来又回到了学校继续教书 用了一生的时间呢 前半生其实好多时间都在描绘这场这个战争啊 描绘战争 他经历的战争 他并没有描绘那种战争当中的胜利的喜悦啊 他的胜利都是带着那种 呃 悲情色彩的啊 带着伤痕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我们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 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 虽然当时伤痕文学其实就是文革以后 那个时代过去了 但是这些伤痕永远的留在了这些 经历了文革苦痛的这些人心里啊 这个长期挥洒不去 甚至陪伴一生 很难完全这个脱离出那种情绪当中 摩依谢颜柯也是用这样的这种方式 去诠释这场战争 他其实很少去画战争的 几乎没有战争的那种对垒啊 那种那种爆炸啊 那种效果啊 全不是那样 看起来都是很平静的场面 大家在那很休休闲的吃东西啊 或者就是站在那呆呆的去等待的一种状态啊 最激烈的就是最后胜利的那张啊 一个人死掉了 一个战友抱着的在哭泣的一个状态 就是最激烈的 他并没有画战争那种惨烈的 说双方对峙啊 然后互相拼刺刀啊 或者坦克打战啊 飞机轰炸 全没有 他用一种平静的叙事的方式 有文学性的诠释整个的 他看到的战争 可能他真的看到的战争就是 天天都是平静的 那些场面我相信他一定见过轰炸 一定见过双方的对垒 一定见过生离死别的场面 一定见过那些好多的战友 最后的时光 最后的那几秒钟 那种惨痛的状态 但我觉得他内心不肯于去描述 这场战争的真实性 虽然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写实主义画牌 现实主义画牌 现实作为描述的根基 描述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艺术从生活中来 但是他不肯于描述那个 我觉得在规避一些这种战胜创伤 同时又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整个这个昨天读下来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很长时间 没有认真的再去看过他的画了 那个年轻时候确实比较喜欢 但是我印象里可能得有十几年没有太翻那本画册 那是非常早的一本画册对我来说 技巧上来说昨天那位并不复杂 就是直接画法直接的涂抹 很挥洒起来很自由的这种状态 很放松的一种绘画 然后血脉喷张那种感觉完全是一种男性的这种 这种试点去诠释绘画 粗糙当中就初中有戏的这种画 粗糙当中带着那种细腻的这种写实主义的这种情节 还有伤痕主义的这种气质在里面 很感动人 应该说是很感动人 如果你细看 我相信很多男性朋友应该这个 也许更会能体会到他的绘画当中的魅力 当然这是可能啊 我只是可能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视角 我去看到他的那种内心的软弱和脆弱的时候 我会很难过的内心 不一样的感觉 我看到他对于战友情啊 对于亲情的那种把握 你看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都特别爱画这个童年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他希望回到那种没有打扰 没有战争的干扰的一种状态 因为他生在1916年 到1939年 这个战争爆发 就正好20年他成长期 那么到1919年 也就是他正好16年到19年 他一到三岁 他啥也不懂 一战对于他来说 应该可能没有任何记忆 那么他只是从大人的嘴里听到一些这种战争的状态 但是他主要的成长期就相对一个平和的状态 平衡的这种和平的一个状态 到了20岁的时候 重新又开展 开始这个战争来了 来到身边了 然后到了1914年重新加入战争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简单去误述一下 昨一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叫做墨易西安科 今天呢我们倒退100年 我们从20世纪向前退回到我们上周五讲的裂宾的那个时代 19世纪俄罗斯美术 俄罗斯美术19世纪 这个叫做克拉姆斯科伊 那个名字我放在这 克拉姆斯科伊 这是个我找了个英文的拼写 有时候这个俄文拼写 看起来挺酷的 但是这个太不容易去辨识了 太不容易辨识了 这个人是19世纪的 1837年 然后到1837到188起 50岁这人就活了50岁 年纪有点轻了 有点可惜 英年早逝 作为画家来说 50岁真的有点早 活个六七十 还行 多画一张 活个六七十 1837年 我们大概去类比一下同龄的人 比如说像 马奈 比如莫奈 1840年 马奈1832 像这个 雷诺阿 都是这个年龄 毕沙罗 1831可能是 大概都是这个年份的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这个列宾是1844是吧 列宾比他小七岁 那你去同期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 俄罗斯画家在这个年龄段的 就这个年 年份出生的这批 所谓寻展派画家的整个的 画面气质给你的感觉 和你认为的 通常认为的 这个欧洲美术史的主流是 完全不同的一种气质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看到的 或者你脑子里的美术史 和真正你看到年份 去对待的时候 对的时候 你有对的不上的 你想19世纪 全是印象派 没别人 顶多你加一个 大家都比较 比较喜欢的布格罗 我也挺喜欢 挺好看的 但是你想想 俄罗斯美术 在他们同龄的 同年代有这么另外的这么一撮人 在干这样的事 你看起来还是很过瘾 我其实 可能是有点那种看热闹的心态 我特别希望看到美术史同期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 我不喜欢看那个大家都画的一个样 那有什么意思 就是个性 你要表达 请用你的画面表达出来 请用你的作品表达 个性不是拿嘴表达的 嘴最没有力量的就是语言 比如我讲一晚上 你什么也记不住 你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我给你看这一张画 你可能就记住 那这个就是画家的时间 凝集在一个作品里 他给你带来的这种 视觉的享受和记忆 极强 我这 你讲个一百 我就是讲的 比如第几周 第七周 第八周 哪怕我坚持第十周 更长 你什么也记不住 因为这种会 这种语言的 没内力 空洞的 全是依附在人家的绘画上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这个作品 那他就用作品留下给你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 他作为 这个时代的强音 时代的艺术家 美术史重要的作品 重要的艺术家 就应该有这个功能 能让你记得住 所有的人 我相信一闭眼 想起蒙娜丽莎 都有一个蒙娜丽莎的影子 在你的脑子里 不管你有没有认真的阅读过它 你大概哪眼一看过几眼 你就能记住 这就是绘画的魅力 莫一线颜柯也是这样一个画家 因为他是以 肖像作品作为主要的绘画作品 也就是说他 主要的作品都是肖像 全都产品 最强项就是画肖像 也是那个时代 赖以生存的技巧和手段 一定要绘画肖像 肖像都不绘画 你就 几乎就叫不绘画 到今天为止 职业艺术家的百分之 至少百分之六七十 你要画人物 或者你至少要有些人物作品 你要全人风景作品 反正学术界一般会对你稍微有一点 就是有怀疑你的技巧和能力 是不是全面 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你一定要画人物 职业艺术家 或者是这个 同事这个行业的教学工作 或者是研究工作的一些人 你要有点作品的人 如果你需要作品 一定要人物的作品 人物作品 就是必定 所以像这个克拉姆斯科一这样呢 就完全是这样 就是这样 很严谨对于作品 这是他的自画像 我们先来看看他这个自画像 克拉姆斯科一这个人呢 从这个作品上来讲 一看 不算很帅气 是吧 还好 但是比较 比较瘦弱一点 看起来 比较瘦 不叫弱 瘦 长得比较瘦 这人可能比较自律 比较自律 出生在俄罗斯一个不知名的省份 我专门给大家查了一下 叫 沃 这叫沃罗涅日省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应该是一个靠 比较偏的位置 应该不是在欧洲的这个境内 稍微远一些的一个地方 就说这个人呢 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小地方来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 小地方来的 对于我们这个不太熟悉 俄罗斯人 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家庭 那就是家庭比较普通 比较普通的一个家庭 家庭呢 反复提起啊 老提这个家庭啊 这个是贵族啊 那个是法官啊 那怎么回事 那怎么回事 不是戴有色眼镜去看人家 不是那个意思 很多时候作为美术史的读解来说呢 家庭的基本状态会决定这个人的前半生 我个人呢 理解啊 特别对于艺术家来说 那家庭会给他很多原生家庭给予的教育 给予的这个物质支持 给予的精神的这种状态 会帮助他在一个上登上一个台阶的啊 这个普通家庭 因为我们读解了好多是非常那个家境殷实的一个家庭出来的 当然也有成就很高的啊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这就是个偶然现象 但是你跟他的背景分析起来的话 你会很容易读解他的作品 他在作品里为什么这么做 当你看的越多的时候 越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我们一旦理解了这种东西 跟他的家庭会对照 包括年代 为什么老说哪年出生 哪年去世 这没人管 画的好就行了 我就看画 我又不管他哪年出生 我又不认识 是吧 但你作为史论学习的话 你去对照很重要 你跟这个背景去理解他 你在这个背景当中 这个人物的状态 你会完全不同的一个试点啊 你有了这种试点的话 整个的这个 学习起来 其实比较容易 更容易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去看到这个人物 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去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物状态 所以这个是经常去说年份啊 说家庭背景的一个目的 自画像啊 自画像 我们看几张的那个自画像的局部啊 大概感觉一下这个人的技巧层面 今天这个是个技巧型的啊 你简单一句话就概括了 这个技巧型 那我们就要看技巧 昨天那个 是个题材型的 就是画什么更重要 今天这个是怎么画更重要 这不同啊 这不同 怎么画 昨天那个那个墨益线 可是画什么 我画战争 我怎么去表现战争 从哪个角度切入 今天这个是技巧更重要 我怎么去画这张画 就是一张 人像啊 就是个脑袋 就是张脸 那怎么去把握这张脸 那这就是他的个人的能力 我们先看一些局部啊 我不太用 我先不要用那种专业的绘画的角度 给大家解读 一解读 大家容易容易概念 就陷在一个解读 简单解读的一个 一个圈子里 很难去跳跃出来 我希望还是有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观察方法 观察态度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观察的时候 人是站在一个主动的去 欣赏作品的角度 这个很好 主动欣赏和被动欣赏不同 被动就简单接受 就别人说啥是啥 你主动你就自己觉得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回到这个相对比较大的这样图 你看刚才的一些笔的痕迹啊 一些颜色啊 一些这个笔出怎么样 当然这两张稍微色彩上有点色差 网上的图片也很难 其实就是你购买 我也购买过很多图片 有些图片是我买的 但是你购买的 它也经常会出现色差 这没办法 你不知道哪一张是这个更还原的更好 除非你就是 在他那个藏品的博物馆的网站上 比如你特别喜欢这张画 就找到这张画在哪个博物馆 或者哪一个美术馆里去现存 存在被这个珍藏在那 那你找到那个博物馆里的图片 打开应该就还原度最好 像这个网上有些都是拍的书籍 其实你去 你去购买一些图片 好多也是拍的书籍 扫描的书籍高清扫描的 很少扫描原作 原作扫描算的图也很大 压缩小了也就不行了 那一看他的这个基础啊 基本功能很强的啊 我们看你这样他这是他其他的自网线 也是画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叫年龄大一些 然后这是他素描啊 素描啊 素描一看哇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啊 素描能力很强 这个应该是个油画的材料 也就是用油画画的素描啊 你看这个也就是油画布啊 这个笔触一看 这就油画 他为什么有的人说 这你咋看出油画 这不是水彩吗 水彩不也有这种痕迹 水彩也可以有这个痕迹 但是你从面部的这种虚实 你看发际线的处理 水彩很难处理成这样 那么油画就是能趁湿的时候 反复去修改 达到一个很精致的一些浅灰调子 能做得很细腻 水彩他就不善于做这个 水彩就善于画光影通透 还有一些这个风景啊 大这个这个这个 色彩比较灰洒的作品啊 比较长相的 所以这是个油画上的一个作品 其实用油画布和油画颜料 去画素描是很基础的一个训练 我们通常啊 特别在业余状态的时候 或者欣赏状态 认为素描不就是铅笔 排线排排排 画出来了 看起来挺细致的 一看画的可细致了 可费劲的那种 不吃啊 不完全吃 没有色彩关系的都叫素描 也就是没有出现对比色啊 没有出现色彩的黑白灰啊等等 就是简单的用颜料 去当成素描去画 这就是素描作品啊 他还是做了大量那种做练习 你看这个 这也是个油画作品 他就用褐色白色黑色 去画的一个 你看这个 受光啊 侧光啊 背光啊 这特别清楚 就这几个层次 只要你把握好了就可以 这跟素描是一样的啊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作品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感觉到素描 是个什么东西啊 素描应该怎么去做 不太希望这个 比较固执的认为那个就是素描要学就学那个 那都是这个我们找一天 我们这周找一天讲讲 马克斯基莫夫和这个 中国的 关于中国的这个 美术教育是怎么来的 还有现在 人们对于美术教育的误区啊 正好讲到俄罗斯美术 一定要讲那个学院派啊 还有对于学院派的误区 学院派是理解 那个可能对于大家去纠正 你怎么学美术 学美术应该学哪些东西 应该做什么 有个更新的认识 其实现在的 美术教育已经更变很多了 很多人还在停留在过去的 这种苏派美术的这种 传承和影响当中 觉得不画那个不正团 这个画那个就 就好像 比较高大上 画这个好像就比较小儿科 也不是的啊 关键是看你怎么去 去引导这些东西 怎么让一个学生 具有比较综合的一个能力啊 并不是说哪个就 学油画的就高大上了 你学素描 或者学水彩的 画卡通的就不高大上了 就好像比较这个 魅俗了一点 不是的啊 至少我的理解不是这样 不是那么简单 里面挺困难 我们今天展介 把这个话题割到这儿啊 感觉我们这里面找一天 并讲点那个 中国人对于美术教育的误区比较多 相对啊 相对比较 比较容易进入误区 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美术教育一直在反思的 其实美术教育的这个大的门 一直在去考虑这件事 中国做的最好的体育教育 中国教育行业 共识的啊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 不是我一个人说人 教育 教育系统里共识的 做的最好的叫做 体育基础教育 也就是从小学六年级到小学 初中 三年级 这九年的体育教育 是我们国家在教育行业 教育系统里 做的执行的最好的 至少到我上学的时候 还是这样定论 很难想象 大家都以为 最好不数学教育 不是 数学教育还不行 没有体育教育 好 体育教育在我们国家是 开展的又早 然后执行的比较彻底 整个对于学生的这个 基础的运动能力 提高很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教学的学科 其他的好像还没有超过 他当然数学有好 别的学科有优势的地方 但没有体育教的好 我们先来看一部分 他的肖像 感觉一下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和力量 会画是什么样的 光看几张自画像 看起来有点不太清楚 说这个人画的啥样 我还是不知道 克拉姆斯科伊谁 画啥样 有这个好奇心就好 就怕大家看完 说没意思 也就是画了几张老脸 这种就讲不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能让大家喜欢作品 确实他画的年龄大的老脸比较多一点 过一过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去您一张 这个我刚才说了 你看油画画的素描 这就是油画画素描 小女孩 这就比那好看点 还是年轻的脸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一点 稍微有点不对称 眼睛画低了 也许每个人其实脸部都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画的舒服了 挺不容易的 我们之前欣赏过一张 镜上一个画的这个 年轻时候的彭丽媛的一个肖像 就是这样 他脸就是 一个眼睛大 一个眼睛小 但是经过他的处理以后很舒服 这个画一看就是没处理 直接放上就不太舒服 当然是个习作 一看是个练习型作品 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重要作品了 你一看这个 哇好细啊 这胡子画的一根一根的 身上这个披的这么个 褐蚪褐大衣 烂糟糟的 身上 手臂上搭了好多这皮绳 一看就是个马官 是吧 放马呀 牵马的 这全是摔马的那皮绳 他煮了个棍 这么个作品 这个时候他的其实技巧已经成熟起来了 成熟起来 应该已经过了中期了 过了二十多岁了 这个阅读的人 这画就比较 大家能够感觉到 还是这个年轻漂亮的面孔 比较容易上画 还是容易画一点 容易好看一些 确实是 确实是 但是你会发现 他选择一个光线很特别 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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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画 逆光很难画 不容易把握 我们在看雷密的时候 看过一张逆光作品 那个是个测逆光 跟这个有点像 一个戴帽子的人物 感觉这种光线就不好把握了 需要大量的经验 好 这张 这张是比较重要的一张 也是比较知名的一张作品 我们看这个 应该说这个更接近原作 这个叫护林人 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重要作品 早期的一个重要作品 这个 格拉姆斯科一 那是 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 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就那个地方 或者叫列宾美术 现在叫列宾美术学院 就是一个学院 是那儿毕业的 他跟列宾同一个学校 校友 他比列宾要大几 大个五六届 大个五六届 所以列宾一直称 他做自己的老师 就是说 克拉姆斯科一是我的老师 他就这么说的 原话上你说的 当然其实克拉姆斯科一 并没有教过他 他并没有师承关系 但是呢 他愿意把克拉姆斯科一 说成的老师 他就是肯定内心觉得 这个画家对他的影响很重 而且这个画家在肖像方面的 造型修养 肖像方面的 这个绘画的能力是极强的 绝对是先生级的人物 先生就是 就是教师了 至少是 以前说的 这种传统 现在基本大家可能不这么叫 先生都是老公的意思 我家先生 我老公没有管教室叫先生 只有 国内只有中央美术学院保留了传统 还是叫什么赵先生 静先生 这样的叫 我记得那会儿去考研的时候 人家还是给你叫 你说啊 你叫找林先生 稍等一会儿 怎么样 系里的秘书 我一开始听说 怎么这叫先生 就是 这个听起来有点 这个新鲜 后来人说 人就中央美院保留这个了 人管女的也叫先生 比如我们以前提过的 郁红人 叫郁先生 女的老师也叫先生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按照民国的传统去那个称呼 这不多见 这张作品 它当时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小有名气了 整个我们从作品的状态 你看这个人物的那个整个的状态就很充足啊 就很饱满 就是 给你的感觉就是人物的这个让你能记得住啊 简单就这么说 你要非从光影啊 造型 颜色 分析也没太大意思 一会儿我们剪一两张重要的分析 每张都那么讲 没劲 大家 我觉得 你不是干这个也不是那么爱听 这张一看啊 我想起一电影来 这是我没记住那名 也是一个国产电影 也是演了个护林人 反正我看那个电影 我一看这个画 我就老想起那个人 那也是护林人 特别苦啊 就是然后跟当地的这些村子里这些 这个有势力的这种恶霸 还是啥去纠结在一块 被整得够呛 但是还是坚守自己 属于小众电影吧 我忘了谁拍呢 他那个主演就是以前演那个 战争子午线和子日里面 那个男的 不常见 但是他以前比较爱演程晓宁的电影 演的呢 然后那个他老会儿朱元元演 朱元元稍微有名 演的这种基层的这种护林员的 这个护林的一些工作 就挺现实主义的也是 看着心里可不舒服了 当然我一看这个人就想起那个 就得这种比较认死理的人 他能干这活呢 心眼不要活 万能根本看不住那里面 是不是有知道的啊 谢谢啊 还真有我们这个 还有真有这 对叫天狗啊 谢谢谢谢 这个确实叫对 叫天狗啊 这个那个那个电影非常有在这个国内就是属于这个电影圈里面好像比大家比较认可呢 不是个商业票啊 天狗啊 谢谢 还这个我们这个还是苍龙卧虎啊什么人都有随便说一个信息大家就能想得起来对对对 然后我们先往下看啊 其实这个人你看 跟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人啊 我觉得很像或者 或者我们对于这种 斯拉夫民族大概的那个样子 觉得就是这样 觉得很像 然后这是个侧面相了 你看他又用了一个侧逆光 受光面积小 看到吗 受光面积小 背光面积多这种方法 测光过来以后 好多这个重要的五官都在正面都在暗部当中啊 这种这种作品 因为作品还是很有力量 能从这个作品里感觉到他的素描造型的方向很强烈的啊 素描造型这块特别强 然后他在色彩上我们并不能说的色彩弱 但是他素描的基础关系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肖像艺术家的一个基本功 你连素描 也就是说你要画的形象表达的能力都没有 你要再想表达点别的 你就更难了 所以你一定要对人的面部啊 包括这个身体啊 头部 颈部啊 这个胸骨啊 这个肩膀啊 手部啊 有很清楚的认识 你要对这个都不明白 你就真的没法画这个作品 所以从这种作品 你也能够看出他作为圣米德邦美术学院的一个高材生 他真是个高材生 绝对的 当然这个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比较冲动啊 被学校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 开除不是什么恶性事件啊 不是什么恶性事件 就申请点奖学金 申请奖项 得奖不给 然后这个心中不服嘛 年轻人难免这个都有这种情绪 说哎 为啥这个意思跟上面反应 为啥不给啊 不给我们这个奖学金啊 奖项 就弄过这个不愉快 后来呢 学校又 嗯 创作方面啊 创作方面呢 给他们固定创作内容 到了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 固定一个内容 就是我让你画啥 你画啥 题材是固定 不允许选择 不像现在 你想画啥都行 你只要命中这个 只要画的好 画的有意思就行了 比较自由 那个时候 因为又在沙皇俄国时期 应该是亚历山大二世了 大二世的指证时期 嗯很固化 很固化的这种教学当中 当然那个教授就绝对的权 那都是学术权威 你不许碰的啊 不像现在 你跟教授开个玩笑 你大部分时候都没啥事 尽量别跟人开玩笑 尤其有的 有的那个老师都比较 比较古板一些 没必要真别惹人家 人家不愿意跟你们这些小孩开玩笑 然后你那种状态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呢 他不允许你自由创作 然后就因为这个创作题材的 因为让他们那一届 可能进入创作的 要进入毕业创作 或者大的创作课程的时候 画古希腊的神话的一些内容 你像他这种这个时代 都是现实主义嘛 不喜欢画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然后他就联合了 他们班13个同学 和一个雕塑的一个同学 14个同学 连名写这个 就写信嘛 给学校 然后都签上字 意思 我们反对这种 这种教学方法 不喜欢这个 绝对的这种权威 一家言 一言堂 然后这个创作没有自由 我们需要自由 最后在争取的当中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一些行为和语言的过激 14个人全部被联名美术券开除了 全部开除 可能我觉得一般校方还是会给你一些机会的 肯定这个孩子 那个年轻的时候 比较冲动就被校方开除了 开除以后 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 叫做圣彼得宝 自由美术家协会 大概这个名 就成立了 所以他很多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 一个完成的 这个人 年轻的时候有个性啊 敢于表达 其实是个好事 我倒是觉得 当然我们作为历史来说 觉得 不过就是人生的一些经历吧 没所谓 但其实你真的想一想 你年轻的时候 做过什么很过激的事吗 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敢做太过激的事情 这种太过激的事情容易 产生一些后果不太好成的 就是大家有点承受不了 有点承受不了 所以他到了1860年以后 好像是63年 62年退学了 然后组织了圣彼得宝 这个自由美术家协会 组织这个协会呢 就把同学放在一块 这个人还是有点经营的 头脑的 大量就是去揽活嘛 拿活大家一起干活挣钱 也去画广告 也去画肖像定价 当然其中最出色的还是这个克拉姆斯科伊 而且这个组织者就是他 组织者就是他 组织者可能不一定是一个人 但他绝对重要的组织者 到了1870年呢 组织的俄罗斯巡展派 巡展化派也是他组织的 也是他作为组织者 巡展派当然很有名 但是他不是国家组织的画派 上次我虽然提过一次 我说就有点像文艺三下乡 但是他不是国家行为 不要跟我们国家政治体系去对照 他还是个民间的一个组织 非盈利的 但是因为这些画家太重要了 所以被关注到 当然他的技巧越来越好 他逐渐的去完善了自己的 这个绘画的技巧 绘画能看到这儿就很完整了 技巧是吗 已经有这种 古典主义绘画当中那些影子了 就越来越强大 找到这儿 这就很经典了 这就很画的很好的这种作品 这画的当时已经他被亚历山大看 就是被沙皇看中了 被沙皇看中 应该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棋子 我要没记错的话 可能是二世 要不就三世 可能是二世 因为他死的比较早 三世未必能让的话 亚历山大二世呢 当时当然是沙皇了 那个一家独大的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前面在蒋列宾时候提到过 废除浓冬至 技巧逐渐成熟 我们看看他逐渐进入成熟 你看明显感觉在进步 这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不需要你那么多的监督和帮助 我自己就能进步 我自己对自己有要求 这个是学任何学科 我觉得都需要这种东西的生体 自己要不当回事 别人说出大天来也没用 自己就得对自己的下手狠一点还行 自己对自己下手比较重 比较惩罚性的一些练习 重复性的枯燥练习 能扛得住 你就能达到你希望的效果 你要扛不住这事 基本就料了 不管是弹琴啊 什么这个学画啊 包括体育的一些人类都是这样 吃的进去就苦 那也不叫苦 你要觉得有乐趣 你就不当成苦 你要当成苦 你肯定吃不进去 我们所有人都吃不进去 你觉得哎呀太苦了 那你肯定过不去 除了以前那种 戏班子这种培养的制度 苦不苦 反正就往死整你 你不练 不给你饭吃 那个在饥饿的促使下 人会爆发另外一种能量 现在不可能了 就算是在这个时期 像格拉姆斯科伊这样 也不是那样 还有就是周围的气氛 周围的人都比较卖力 玩命学 你也就很容易 把自己推向极限 周围都懒懒散散的 每天吊儿郎当的 你也就学着学着就没劲了 我想大家有这个学习经验 都会是这样 为啥大家都去那重点中学 几个头都要去咱们城市 那个重点 当然了 我就知道 那个重要啊 你在那里学大家那种 竞争的意识 大家那个 一块的那种 群体的那个效应 太强了 能影响人 没讲 所以在这个时期 他经过了 寻展派 经过了这个自由美容家协会 所以大家在一块去画画进步很大 当然这像这些画都比较他比较靠后的一些时期去画 靠后的时期画 这个画很好 画的肖像里面比较有名的这一张啊 画家西施金啊 西施金是个风景画家 也是俄罗斯巡展派的 技巧好得不得了啊 俄罗斯人那个技巧是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练的 都这么疯狂的迷恋 那个技巧 就疯狂 就是会 我指的是会把本身的技巧 你说他在用油啊 这个做底子 他也没有说好到多高的程度 当然呢 就是画一个东西那种执着的力量 还拼了命的去画它 不顾一切 你看那画就是 特别能耐得住寂寞 我们叫啊 能耐得住寂寞 自己折磨自己狂化 那种那种 那个疯狂的状态 我们觉得 好像只有俄罗斯人 在这方面有极强的一种能力 西施金就是 但是 我们这里边刚讲了 还有三天 我们还能讲几个 像这种西施金这种风景画家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风景画家能留在说这个进入美术史呢 记载一笔很难的 所以你也知道当时印象派的不容易出来 就是因为你风景画 感觉技巧难度有点低 简单 这个作品当然画的很完整 你能看出来 格拉姆斯科医对于西施金还是有一份敬意的 给画这么细致一个肖像 画的这么完整 细致一个肖像 西施金的很多作品都作为标本 就是作为他曾经接过一本就是专门画植物的 植物类的百科图书那种就是图谱 你看这什么花什么颗什么树什么种 画的花啊 叶呀果呀 茎啊 下面的根啊 画可细的 他画这个 他画风景都画到那种程度 而且他画的有些写生的作品 有些植物学家一看那个就知道 你看这里面这个是哪个 哪个哪个植物 这个是哪个哪个都能念上来啊 一般人画的就随便画几个草就行了 画几个花也是瞎画 也不用那么当然 这个人就很细致 所以克拉姆斯科伊给他画了一个极 极其精彩的肖像 作为他个人作品里是一张上乘之作啊 代表做了已经算是 然后这 这个托尔斯泰啊 托尔斯泰这作品就是被画家画的太多了 谁得都都画两笔啊 这也画的这个人物作品 一系列的啊 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能看上他的一些绘画细节的这种能力啊 这个诗人啊 那诗人长得还真像个诗人啊 不够言笑 面部僵硬啊 可能只有这种人能写出诗了啊 没有太那个随意的一些表情 当然跟这个民族可能也有关系啊 这么说人家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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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啊 不应该说人家 从这个绘画技巧上来说 我拿了一张大图啊 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到 这几乎是个平光作业 就是光线从正面拍到脸上 很完整的一个光线的布局 额头受光多啊 那个亮夹 然后胡子啊 逐渐从上到下 受光逐渐变少的一个过程 当然也跟这个 不须的这个质感有关 然后你能够看到 在这个图片上看到 它很厚重的这种颜料啊 怎么样用绘画颜料 因为它是强调肖像技巧的 那我们一定要讲讲技巧啊 讲讲技巧 看这个 额头上用了特别重的 浓重的这种 厚的这种纤绊颜色啊 厚厚重 能够感觉到油画的这种魅力 就那材质感的叫 就是油画这种材料 本身就适合表现这种厚 与薄的这种变化呢 从厚到薄 越深的颜色越薄啊 越深的颜色越薄 越厚的颜色越浅 浅颜色后深颜色薄 一定记得这是 其实传统的这种古典绘画的技巧啊 没有翻着呢 除非是现在派的随便画不讲技巧 一般都是这样 你看面部 脸上的这个 面部正面的这种厚的颜色 包括鼻子正面 你看到侧面就比较细胞了 包括眼睛 看这种越是深颜色 红润的这种透明颜色 暖颜色 这种很薄的 你看这小笔触 很薄颜色啊 很准确 当然越是受光的这种高光啊 亮部的强烈的这种亮部的地方 都画的比较厚重 这个就是肖像当中一些 油画材质的表达 也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对于油画的认识 就是从俄罗斯美术 或者叫前苏联苏派美术当中认识 哪些颜色薄 哪些颜色厚 大家就通常认为 油画就是那种 颜色厚厚的 比处特别明显的那种作品 确实是的 从19世纪 这个俄罗斯绘画开始这个技巧 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固定的技巧 变成传承这个技巧 这个方法当然很好用 但是俄罗斯的这个美术的这个画家 把它给规范画了 也就把它给变成一个 普遍规律和这个概念 大家好像都这么去画 然后形成的这种绘画技巧绘画方式 看这个 到了胡子 反而还深的颜色 一些细线 用稍微勾一勾 从里面提亮提白 我们叫做提白 提白照染的方法 不有的时候提了白 你要照也可以 不照也可以 提白是从这个深颜色当中 用白色的线提出来 这是古典油画的一些传统技巧 这个是很基础 这个方法要不会呢 基本就油画就 就是没会 技巧上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涂抹的话 那就比较简单了 当然每个人的个性化的处理不一样 至少从这个作品来说 从这个 克拉姆斯可以的作品来说 在这方面 他是很注重的 很有优势的 下面我们刚看完了 回看一下这一张 你看从这么看 还为啥那么强烈 那么立体的 从暗部当中 这个人 有这种冲出画面的感觉 脱出 脱离开这个暗部的感觉 整个从空间上来讲 悬浮在这个暗色的一个空间当中 这种感觉 那么其实就是依赖于这种质感 依赖于这种材质的美感 然后下面像这样的作品 应该就是他比较随意的一些作品 你看就不是定件 定件肯定要画的比较细致 就比较随意一些家庭生活的一些场景 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家人 做模特睡着了 睡着就睡着了 画了 睡着就睡着了 画了 然后也有这样的作品 也有这样 有表现这个家庭生活啊 母女关系啊 这些 人还是挺细腻的 克拉姆斯科一就是极爱画逆光 我不知道这个人这么爱 折磨至自己啊 逆光可难画了 可难画了 我到大学的时候 还觉得逆光 还经常画不好 正好就非典那一年 我记得 专门买了个圆球体的家没事干嘛 买了个石膏圆球体 就摆在窗栏上成天画这个逆光 把这圆球体画立体了 那个挺费劲的啊 抠吃了好几个月 反正没事就练 没事就练慢慢才把那个逆光的 圆球不好画 然后方啊 其他的柱体啊 或者人脸的有结构还好 一层一层 圆球体就只有一个点 顺着怎么弄 也有套方吧 还是挺折磨的 但是呢 比较能理解 就是他画逆光的这种想法 就是 我觉得他在技巧上可能是极其熟练了 也用这种东西去炫耀自己 有炫技的成分啊 至少我有这样感觉 我感觉他有炫技的成分 这东西不好画 故意画这么多逆光 你看这 就爱画逆光 就哪个不好画 画哪个是吧 就让同行佩服 这不就是炫技 这作品就比较重要了啊 这个我们也说过 俄罗斯的好多的画家也是 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啊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圣经题材 也还是很在意的啊 这个作品一看就是画的耶稣啊 基督基督在旷野啊 基督耶稣在旷野 嗯 画的这个宗教题材呢 现实主义道路上 这种宗教题材 你看他不会画什么犹大之吻啊 画什么这个受胎告知啊 圣母升天啊 他不画那个 他画的这种生活的一种 一种不如意在里面 我觉得跟他自己的生活有关 跟这个当时时代背景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统治当中 也也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所以画的这个作品 你能够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境遇啊 甚至是时代的境遇啊 甚至是时代的境遇啊 这个亚历山大二世啊 三世啊都是 都是这种沙皇统治时期 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啊 我要明记出的就是 签订一系列 我们中国跟当时签订 那个所谓不平等条约 那些爱辉条约啊 什么割让哪个地方 150多万平方公里 那个领土被割让 就是在那个时期啊 就是在 可能应该是亚历山大时期 去签署 可能也是个强权 所以他的这种 现实主义提来的作品 即使涉及到宗教题材 他画的也是那种 不太如意的一面啊 也没有什么 基督复活呀 圣母升天这些类型 就是有点 就是 就是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这种绘画作品 都是这种比较不如意 你看整个的人物的这个状态 不是很开心啊 有时候也借助这种宗教题材 表达宣泄自己内心这种不满 我的个人的是这样理解的 也不一定 人也许也很开心 但至少我感觉 你像他在学校退学啊 建立寻展派啊 都是为了自己发出声音嘛 帮助自己发出声音 那觉得这个不被重视了 肯定是这种想法 他要如果是顺风顺水的 你肯定画那个 画的东西就比较比较活泼一点 所以这种作品我感觉到那种 一种艰辛在里面 地上这石头都专门画的 这么多这个石头的这种山石的痕迹 而且你看也是个逆光作品 人总在一种暗部当中 有一种消极色彩 有阴郁的情绪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这个一生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至少从作品上来说 他经常画出一些这种感觉 这个作品就稍微不同一些 他还是喜欢这个侧逆光 脸部都在暗部当中 但是他其实画这种优雅的女士 是他强项啊 很擅长 造型能力强吧 素描工具好 画个漂亮是很容易的 取悦别人是没问题 就是看想不想取悦你啊 高兴了给你画两张 不高兴就不给你画了 所以像这种一看 可能就是定件类的作品 他完全能驾驭了 画的整个这个比较教好的这种面容 那个叫端庄的气质 这个着装啊 阅读状态啊 包括手部造型都很舒服 哪怕看着没毛病 这会儿你教定件 这客户要再挑 那就那就不如就别给画了 以后这就没啥挑了 这画得是够好了 是确实是 包括这种小的细节啊 手势啊都做得很到位了 做得很到位了 这是他的这个肖像作品 肖像里面 他几乎都是肖像作品 那很少有其他类的 这都是 这种作品就没问题啊 没说的啊 没没得说 就是一看就好 画的好 画的细致 谁见的都会喜欢的 这种作品就是谁见的都会喜欢 就是有这个能力嘛 那就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种这种 像这个 有种安个儿这种感觉 新古典的这种东西 他就有这个驾驭这种绘画能力 当然这一切呢 来源于哪 来源于他的早期的学习 也就是来源于他的 圣比德巴美术学院的 这至少学了五年的时间的 这个时光 五年以前 就是五年的时光 圣比德巴美术学院 基本上一年级到五年级 都有素描课 都有素描课 有的可能没学过 这个美术专业的不知道 说素描不就是一直有 不是啊 一般这个 像国内的艺术类院校 只有两年 素描 一年级和二年级有素描课 三年级就进入专业课了 四年级就 有一些这个创作类的课程 或者是更复杂的一些人体 双人体 三年级一般就人体 素描 素描当然也有人体 从一年级 你要学这个绘画类的 一年级就有人体 但是前两年素描的基础 基本功比较重视啊 就打这个基础的一个阶段 虽然你大家考上来的时候都学过 但是达不到大学的教学要求 你一定要重新再来一遍 当然一年级主要是石膏啊 二进入石膏过一遍啊 二年级主要就比较重视这个人体 像列宾美术学院就五年的这个素描课 周期很长呢 就更扎实 另外他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就是个比较细致的人 他很善于做那个精细的活啊 画这个细致 刻画这个细节能力很强 他怎么来呢 就是他以前是个村子里一个书记员 就是抄抄写写 有点像咱们说那个村委会里的会计啊 谁见你都乐乐呵呵 但也没人把你真当回事 就这种这种这种位置 但是作为书记员他可能不太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小地方 有刚好有一个流动摄影师来的 那尊子给大家就拍照嘛 那照相那会还是个对于比较偏软的地区还是个新鲜事物 拍完照以后他呢心灵手巧 跟人家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经过人介绍呢 也是就成了这个流动摄影师的修底片的徒弟 专门修底片的 以前的那个底片需要修理的 因为有时候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曝光完了 所以你需要有的时候遮挡啊 画一画 然后让那个最后冲洗出来的照片就比较完整 比较完美 有些就光斑还会进去 所以修底片呢 修底片很重要 我们建国以后很多这个领袖的照片还修呢 新华社还有专门修底片的人 就专门干这个 所以他那会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他很细致 然后就这个照相师啊 摄影师把他给带到圣彼得堡了 后来他又经过了画画方面专门的学习 考到圣彼得堡美 进入圣彼得堡美术学院 去这个专门学习美术 所以他前面这个经历对于他很重要 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前面的准备 他在后面对到未来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垫脚石啊 这就比较这个经典的作品啊 比较精致啊 这个作品就很重要了 对于他个人来说很重要啊 约约少女啊 这就很有文学性了 是吧 而且很细致的啊 光影的变化 包括通体的长裙啊 白色的 在这个整个感觉上的一个自发光的一个这种感觉啊 在这个森林之中 文学性也很强 这个好像是给一个 就是根据那个古格里一个小说写的那个那个画的一个作品 所以确实文学性比较强 文学性比较强 整个的画面的造型的把握啊 包括气氛的渲染 包括这个深入的刻画都很完整 很漂亮 但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有洛可可的风格 没有啊 洛可可虽然也是很很细致 但跟这个细致不一样啊 跟这个细致不一样 特别是在光影的处理上 他用大量的暗部啊 做一些省略 然后让你的目光反复集中在这个主要人物身上啊 他用了这种办法 当然质感的刻画像这些灌木呀 烹草啊 包括树干树皮呀 水塘啊 池塘的一些变化还是非常精致的 所以这种作品呢 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赞誉之声啊 然后这张 这张也比较重要啊 五月之夜啊 五月之夜 画的是当时这个这些少女都是 因为浓奴的这种制度 然后一些情感上的纠割 可能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浓奴的这个 家庭氛围 然后就溺死在河里的一些女孩子 然后他们好像是 还魂的这种状态 大概是这么个事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家集结在水边 有点像咱们说这个 有点阴魂不散这个意思 大家集结在一块的一个状态 画的还是有这个文学性在里面 所以导致后来啊 像这个前面的人的这种会画的方向 会对后来的人会有很大影响 后来的人就很多人都在画这种文学情节 也特别是俄罗斯特别要画文学性的 他画无关这个慰姬的悲痛啊 这是他年龄比较大的时候画 他50岁去世 47岁的时候 他自己的儿子夭折了 所以内心当然很悲痛 他把这种情感用换了一个人物去表达在画面里 这个画面这个画对他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你想47岁 孩子去世 这个一般人很难接受啊 或者你接受不接受都得忍下去 但这个我想这种悲痛的时间会延续很长 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过去 其实那四年五年不一定能缓过来 当然呢47岁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50岁他自己就去世了 去世了 他比较努力啊 有的人说几乎就是给累死了 太多的时间放在绘画上 这是他经典作品啊 代表作啊 也是被一些这个评论家称作是 可以跟罗纳丽莎 还有戴珍珠尔环少女 笔尖的19世纪艺术作品啊 因为那两张成品比完成比较早啊 这个19世纪再出这么一张 这么经典的女士的这种肖像作品 很不容易啊 所以对他的赞誉很多啊 对他的赞誉 但其实这个从年份上一看 他是46岁的时候吧 46岁的时候画的应该是吧 也就是在刚才那一张 这个是47岁以后了 这是47岁以前了 高度提炼的一个 女士肖像作品 当然很冷艳的一张脸了 这个面目很漂亮的一个俄罗斯女人 被称作无名女郎 因为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这个女的是谁 有人说是贵妇 有人说是贵妇 也有人说是这个 留走于上层社会的这种弃女 说法很多了 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从画面上来看 确实是一个很高傲的 有点略骄傲的这种高冷的一个女子 很漂亮的脸 这个全身是这种天鹅绒的外套 然后这个头上应该这就是鸵鸟毛 做的这个帽子上的这种装饰 很精致 然后坐的马车的一个状态 背景应该是个俄罗斯的冬季 有雪的痕迹 树枝都干枯了 然后前景和背景的这种景深关系 拉的特别开 前景和背景景深特别开 有点我们这个喜欢摄影 从这个朋友那种大光圈的感觉 背景都比较虚化 越到这个远景越虚化 景深左右的变化也比较清楚 左边略清楚 右边略含糊 因为什么 因为右边的整个的平面空间比较狭小 左边的平面空间比较开阔 所以有一些空间 去增加细节 增加这种分量感 填补这个空间 右边的比较狭小 而且整个的正方的感觉 长方的感觉比较强 所以减弱 加强 形成左右变化 左边的曲线和右边的这种折线的 这种体会不同 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 透视的感觉 增加了一点 增加画面的纵身的空间的感觉 这都是画面的一些处理的经验 这个绝对是经过训练的人才会玩的一套办法 如果你自学 你要学到这儿呢 可就有点费劲了 自学你能学好画这个脸就不错 你要学这个背景跟人物的关系 包括折线跟 这个曲线的这种大的关系 确实需要有人给领一领 说一说 确实是 我们看看他这个脸部的细节 特别的强烈 确实画得非常好 早上给大家也分享 看他这个状态是什么 是这个人 刚好在吸气的时候 一个状态 吸气就是你 用你的鼻子去吸入这个空气的时候 鼻子会向内收缩 你能够感觉到 鼻翼会向内收缩 你呼气的时候鼻翼会撑开 会显得难看一点 而且呼气的这个过程啊 比较长 吸气的过程比较短 所以他把握了这个 一瞬间的这个造型的感觉 就是他那个人物 而且一吸气 你会自然的这个人 整个的状态会向上挺吧 你看 下巴也微微的抬起来一点 虽然他有个低头的动势 微微抬起来一点 整个人的状态 然后吸气的时候 他的嘴角很放松整个嘴部 尤其是嘴角 话紧张容易 话放松哪 话放松哪 其实蒙娜丽莎好 好就好在嘴角 等我们到讲到蒙娜丽莎 仔细分析一下 那个嘴角的变化 他其实也 你看这个 特别放松松软的 嘴角和唇裂线 口裂线一旦紧张了 马上这个人的表情就要硬 就要僵硬 有经验的画家一到了希望放松了 这个地方就画得很松软 模模糊糊 不那么强调 他就是这样 你看 眼睛其实也是下垂很放松的状态 当然他有意的在 这个 这儿留了一点这个高光 在这个 净状体的下边 一下显得这个人的眼睛 应该是个大眼睛 很明亮的一种感觉 这很很技巧 这个技巧都高到 高到另一个程度了 我们只能是通过画面去读解 你看同样他在亮部 也用了厚颜色 但是不会觉得这个女的皮肤粗糙 他觉得有那种皮肤的颗粒感 颗粒感 有点像 他打了那个粉底的感觉 整个感觉皮肤特别均匀 有皮肤的这种肌理 你要完全没肌理 你就会感觉这个人 就像个塑料的 比如说他这张 你感觉是个塑料人 是吧 像一个 服装店里面的那种塑料模特的感觉 这个就不是 还是很注重这个 所以这个绘画就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你看他两塞 略带红润 嘴部周围反而有些清冷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到这个部分 不管你的毛发轻重 到这个周围都有一些清灰的颜色 所以你看很浅的一些冷绿颜色 和一些暖颜色 对比的特别清楚 很准确的把握了颜色 颜色把握的很微妙 而且你看整个的鼻子的鼻翼完全松软 他不希望他紧张 一紧张 这个人就显得粗糙了 就不好看了 所以像很多人拍照 大家也是用这种吸气的时候 你别你拍照 你自拍的时候使劲出气 你肯定好看不了 你那鼻子就自动就扩大了 状态就不好 所以他整个这个作品是非常的精致 非常精彩 我们看看他的背景 看看那个刻画 放大以后 你看他笔触还是挺明显的 给的特别很 特别生硬的一些笔的痕迹 啪啪啪 凿上去 啪啪啪几笔就放上去 这不太过度的 不像那个安格尔那种疯狂的过度 所有颜色都处理 他就直接放上去 所以你别看这么细的画 他其实是用很粗 你看这个地方 还能够感觉到笔的痕迹 用一种粗化的方法去完成 这个笔子 你看这个亮布的小亮边 直接一笔颜色带上去 你还有油块的笔痕迹 笔的痕迹 没有全部去过度和晕染 这些 这都是一些直接的颜色的涂抹 尤其是这个把手 你看 就是这么个状态 整个造成了这个作品 极其完整的一个肖像作品 也很精彩 这个作品 我觉得你所有 你这一晚上 你啥都不记住 你就把这张画记住 就克拉姆斯克 也典型的这种绘画风格 极其细腻 而且是明显的带着俄罗斯学院派的这种 绘画风格和绘画传承的这种 比较老练的这种造型的语言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学院派的东西 特别经典 特别经典 从绘画上来说 如果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 我觉得比法国学院派的东西 或者比一些新古典的作品 要更打动人 更有这个造型上的 对于造型上的修养 应该说更高 应该给予更高的赞赏 我觉得比布格罗 那个在某些方面有过的地方 有比他好的地方 他布格罗的优点就是稳定 哪张都很好 他那个就是 当然他有各种各样的肖像作品 但是他这张确实成就要比那个要更高一些 因为这个维路士经常 你的一张作品高到那个程度 就标志着你的能力 不在于你的数量的多 当然数量多而稳定 是在你在世的时候很重要 你的定件多而稳定 你就挣钱多 活得好一点 但是少数作品要攀升到另一个阶段的话 对于史论上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最后一张作品 正好是给这个医生 给一个医生朋友画画 也是个定件 突然就身体不适 然后就晕倒 摔倒 然后马上就离开人世 对于这个画家来说 有点短这一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有点无疾而终的感觉 就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折磨 还是 也从某种程度上有庆幸的扯着余地 比你活的年龄大很痛苦要好得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克拉姆斯科一 然后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俄罗斯美术当中的重要的一位风景画家 我们看看这个风景画家是怎么样 用寻展派的这种创作的方式 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 然后把俄罗斯的这个广阔的这个土地上的风景带给大家的 好了明天见 晚安 感谢观看